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建区小城里设立爱新热洋小站 提供民众热洋毛宝贝 也提升居民的动保意识 新北市篮球场解禁 开放民众打球 但必须实联制并且佩戴口罩 新北市各区图书馆24号起 恢复正常营运时间 并且再放宽容流人数 新北升格10年地震展 目前在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展出 结合互动城市和趣味造景 今天的健康1.0单元 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公共拖劳中心的功能 新建区第一个以礼为据点的爱新热洋小站 在新建小城里正式接牌成立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 结合礼盒社区 不但能迅速协助流浪动物的安顿 以让民众可以方便热洋 非常感谢小城里 愿意成为新建动物之家 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新建区第一个结合礼办公处和社区的爱新热洋小站 在小城里正式接牌成立 而这也是全国第二个在礼办所设立的毛宝贝爱新热洋小站 可爱的犬猫让现场的气氛相当欢乐 新北市动保处处长杨淑芳表示 以礼或社区作为据点 不但在认养上更方便 也让里民能够提升动保意识 同时也成为动物之家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更方便里民来认养 而且里长他可以做事情的评估 跟事后追踪更方便 这样的话让我们其实更放心 因为里长就是当地的第一线的 最主要的一个土地工或是土地婆 他可以帮我们照顾这些猫狗 然后能够增加里民对动保的生命教育 我觉得真的很棒 其实小城里从106年开始 里长郭仁泽就开始协助里内流浪动物进行TNR 并且与社区爱新志工担任保姆工作 后来便与动物之家合作 从今年初执行中途保姆带养计划 已经替新店动物之家带养超过40只的奶猫及幼猫 我们如果有抓到野猫流浪猫 我们可以送去那边结扎 那相对的你们那边所里面的猫 我们或者是狗 我们也可以帮忙来做 做这个任养 那其实因为我们有很强大的志工跟爱新妈妈 那他们就有的会帮忙洗澡 拍很漂亮的照片 那有的呢 就会在网络上帮忙发文 去各个猫社团发文 出席接牌活动的还有新店区长朱思荣 以及新北市议员陈怡君 陈怡君表示 小城里的经验可以让其他里办公室参考 不但可以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 也能够减少猫狗与社区居民的冲突 透过我们爱妈跟各位里长来合作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小郭里长 这个小城里这边的模式呢 复制起来 或许下次的第二个第三个 我们有69个里 希望我们可以成立 至少大概五个认养小站 目前新北市一共有65处爱新认养小站 截至目前已经送养了4510只毛宝贝 而大多数的认养小站 都是设立在宠物医院宠物店 所以能够以礼办作为据点 要靠里长的号召 以及志工的协助相当的不简单 里长郭仁则表示 对于认养程序 他们都有严格的评估 也希望每一位来认养的民众 都能够把毛宝贝当作家人 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政府23号宣布 从24号起篮球场正式解禁 开放民众打球 不过必须要遵守实联制 以及佩戴口罩 而一大早就民众赶紧来到了球场上 重温打球乐趣 冷冷清清的篮球场终于又恢复了人气 因为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篮球场就不对外开放 不过新北市政府23号宣布 从8月24号起正式解禁 因此一大早就民众赶紧来到球场上 重温打球乐趣 民众表示 在家闷了两三个月都不能好好运动 真的很难过 所以知道篮球场从24号起重新开放 当然要来享受一下久违的运动快感 压力无法发泄 对 所以就是知道今天开放的话 赶快来练习一下流流汗 要不要这三个月怕很多 觉得都没有人啊 然后很好玩 那可以重新来打篮球啊 有没有觉得就是可以 你们可以运动一下 嗯对啊 闷了太久了 想来打篮球 尽管打球时戴口罩不好呼吸 但民众还是乖乖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全程佩戴口罩 因为依据新北市政府规定 如果经巡查或是民众检举 没有落实戴口罩 失联制等相关防疫措施 经查属时将封闭该场地半个月 记者声明咱们齐新店财宝报导 新北市图总管以及全市各分馆 及阅览室24号起 实施开馆第三阶段措施 包括恢复正常营运时间 以及总管容留人数放宽到200人 各分馆图书阅览室为20人到120人 二级警戒持续延长到9月6号 不过目前新北市部分场馆 陆续解禁或是放宽开放条件 像是新北市立图书馆总管 以及全市各分馆及阅览室 24号起实施开馆第三阶段措施 包括全市图书馆恢复正常营运时间 开放时间为周日及周一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 周二到周六为上午8点半到晚上9点 另外开放空间有总管与各分馆图书阅览室 儿童阅览室书架区 但不包含各馆自修室 幼儿使用空间资讯检索区 视听区以及密闭室等空间 而各服务据点维持容流上限制 总管容流人数为200人 各分馆图书阅览室 容流人数为20人到120人 但是新庄投钱智慧图书馆 新店文石馆 新店浮迷阅览室 新店白忍图书阅览室 新店碧坛图书阅览室 新店宝新图书阅览室等上位开放 同时邀请读者入馆时 必须全面佩戴口罩 量测体温 实验制登记 并且保持社交距离 不群聚 还有加强手部清洁等等 记者声评 张门奇新北市采访报导 新北市地震局在市府一楼大厅 举办缔造新北时来运转 新北升格十年地震展 透过三个展区 以三种不同风格 分别代表新北土地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展览中还结合了互动城市 和趣味造景 让民众借由生动活泼的方式 来了解新北土地开发的过程 缔造新北时来运转 新北升格十年地震展 即日起在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盛大开展 这次的展览一共分为三个展区 以东侧城堡 中央胶囊 西侧蔚来列车三种风格 代表新北土地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市长侯友宜出席开展典礼时表示 目前新北有许多重大建设 随着地震的翻转 包括温载郡 十四张等等 现在都有了不一样的变化与风貌 我们新店十四张区段增说 中和秀郎桥北侧的区段增说 让我们很多的重大建设 随着地震的翻转 以及城乡的规划 加上工程的建设 让新北市未来的十年 超越前十年 面对更二零三年 翻转新北带动大台北的发展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展区中透过三种截然不同的造景 搭配有趣活泼的像素游戏风格 每个展区都有许多小巧思 结合了互动城市和3D特殊造景等等 希望能够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了解 新北在土地开发上的用心 展览展出的时间到9月3号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也提醒大家务必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记者是播的台湾围单元 来看看老师要教我们什么有趣的台湾围 欢迎大家到台湾围 今天这个技术是质质质质 质质也能说是外交 而且是用无政党的手法 去到利益也是财物 我们来看立刻 广告后继续来看健康1.0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加上网免行动 大兴电宽屏1G超大频欢 WiFi6新世代上网 让你标忘有感 追举顺畅 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 欢迎下旬2917 3939 疫情升温期间提醒您 做好防疫措施 保障你我健康 大兴电提供各项不出门 也能轻松缴费的便利管道 您可通过LinePay 接口支付 橘子支付 线上刷卡 网络银行ATM 官网线上缴费等电子缴费管道 避免零贵缴费的人群接触 欢迎多加利用 让我们共同做好防疫 一起守护家园 台湾加油 支队失能或是失智长辈 新北市成立了公共拖劳中心 提供白天照护 让家属可以安心上班 申请公共拖劳中心 必须符合哪些条件 是不是需要庞大的费用呢 透过今天的健康1.0 一起来了解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天主教更新音乐 办理的新店必谈 公共拖劳中心的主任陈冠宇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 公共拖劳中心 公共拖劳中心主要的服务内容 为日间照顾服务 那什么是日间照顾服务呢 顾名思义 日间照顾服务是指 将有日常生活需要协助 或是患有失智症的长辈 白天送至日间照顾中心 在新北市 我们称为公共拖劳中心 接受照顾 晚上长辈会返回家中 介绍到这边 是不是觉得很像小朋友的 幼儿园的感觉呢 没错 是很相似的 日间照顾服务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家中的长辈 即使处于需要被照顾的状态 也能够在白天 透过必要的日常生活照顾 自理功能训练 以及个别化和社会性 治疗性活动的安排 让长辈能够继续利用 他现有的能力 来维持日常生活的自力 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以减轻减缓身体机能的退化 让长辈的晚年生活 能够更有品质 更有增严 日间照顾服务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有 使用日间照顾服务后 可以减轻主要照顾者的 照顾负担 以及让白天 还需要就业的家属 也能够不用担心 长辈白天的安全和生活 安心地上班 日间照顾服务提供的服务项目 大概可以分为九大类 分别为生活照顾 生活自力训练 健康促进 文康休闲活动 提供或连接交通服务 家属教育及咨询服务 护理服务 复健服务及备餐服务 长辈来到公共拖劳中心 我们会依照他的需要 提供他所需要的服务 公共拖劳中心的服务时间为 每周一到每周五 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 国定假日 以及台风天 这些天在我们是休息的 介绍到这边 大家应该也很想知道 日间照顾的服务对象有哪些 第一种服务对象为 65岁以上的老人 第二种是未满65岁 但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 第三种是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 第四种是50岁以上的逝世证者 但因为公共拖劳中心的照顾方式是团体式的 一对多的照顾方式 因此服务对象必须要一些基本的自理能力 例如说服务对象至少能够持补具 自行行走 最后大家应该也很想了解服务申请的方式和费用 请大家不用担心费用会不会很高的问题哦 因为大部分的费用其实都是由政府补助的 首先我们会请有需要日间照顾服务的服务对象 都能够先拨打我们1966长照服务专线 向您的居住地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申请道府评估 届时会有专业的照顾管理专员 评估服务对象的长照需要的等级 长照需要等级总共分为1到8级 而只有2到8级的服务对象 才有长照费用的补助哦 日间照顾服务的费用是以日记费 如果您是一般户 政府补助84% 中低收入户补助95% 而低收入户则是全额补助 因此如果是一般户 一天要负担的费用约是108到205之间 应该是大多数家庭都可以负担的金额哦 以上是今天我对日间照顾服务的介绍 如果民众还有疑问 请来练中心咨询 谢谢 接着来看宝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现在申办依据光纤绍网指定方案 加高画质数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元 立即想马泊电视电话 再想高画质网路摄影机 速洽2917 3939 防疫在家也要健康一下 每月只要299元起 同时申办光纤绍网指定方案 再想一年VIP与网路摄影机 申办速洽2917 3939 新北市文化局推出 易游新北艺文数位平台 为疫情下的防疫新生活 持续注入艺术文化教育 详细资讯请至文化局官网 或易游新北网站查询 新北市动保处推广动物医院 远端问诊服务 自主若有居家看诊需求 可以向动物医院申请线上视讯问诊 并以宅配方式取得药物 减少外出 确保自己与毛宝贝居家防疫安全 新北市平林区110年平林之美摄影比赛 截至其展开至10月15日截止收件 最高奖金有1万元 欢迎民众永远参加 详细办法请上平林区公所网站查询 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